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好女人特色应该要以家庭为生活重心 还要爱慕先生照顾子女 尽力维持生活的美满与和谐 不过这样子的解释 似乎和民众跟两性作家的想法差很大 那是爱慕是很自然而发的 那你现在规定女人要爱慕她的先生 这个真的是抢我们所难 白天日子就难过了 要照顾小孩 要照顾公婆 要照顾家庭 太多的事怎么样叫做爱慕先生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在当时的一个情形之下 做的定义跟讨论 那十字经济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要很独立或是很有自信的 IP的教育部赶紧在网路词典上做上注解 这个解释是针对80年代末期 要大家别误会 不过在强调男女平等的时代 教育部还在用落伍的定义 也难怪会引发争议成为剑霸 中心新闻正中 陈建雄 曾一珍台北采访报道